在金融市长林又昌不答后 校长们开始进行宣誓 金融市110学年度校长交接不答典礼 在金融市政府四楼礼堂隆重登场 包括金融市议会议长蔡旺年及立法人蔡世英都应邀出席 因应疫情避免群居首次踩线上直播 林又昌在颁发聘书给校长的同时 也欺勉校长为后疫情时代的教育场域做好准备 其实现在是在疫情期间 疫情的事情改变了世界 在9月1号开学之后 我们将面临了一个全新的教育的场合 其实在这一次的校长领卷过程里面 我想各位都听到我们的林选委员 不断地在提醒而且询问大家 下一个阶段台湾的教育 在疫情之后的台湾的教育 我们应该怎样来移民 这个冲击或者这个影响 跟过去大家所拥有的经验是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们必须做好准备 不只是为自己做好准备 也为我们的孩子要回到校园来做好准备 这一次共有22位新任转任及续任校长 其中新任中华国小校长张立娟 克服病魔重回校园 为教育奉献的精神让人感动 能够再次来到中华国小 尽我自己的一份心力 当然身体的健康也是我自己要考量的 所以其实我有跟我的医师做讨论跟评估 对然后其实也都一直在持续的追踪 所以也在医师的建议之下 我的健康无余 我才会有这样子要出来 就是参加临选的一个动机 因为我的医师也非常鼓励我 要做对我自己有热忱的事情 而教育一直都是我很有热忱的事情 牛昌也交付校长几项重大任务 包括在111年达成区区有双语学校 校校推行沉浸式英语教学的目标 以及110年正式上路的教学补给站计划 多元阅读方案 及区区有非盈利幼儿园的三大教育新措施 希望在所有教育伙伴共同努力下 能让所有基隆学子 都能在最好的教育环境下学习成长 记者张启辰基隆报道